你知道锅巴肉是怎么做的吗? 把我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咱们准备一块花五花肉的钱买的三花肉 然后把锅烧热,肉皮朝下,使劲秤 像建二婶的用刀刮洗干净 然后切成薄片,再切点小辣椒 洋葱切条,小葱切段 再切点姜丝,蒜片 然后三花肉里加生抽,再来点十三香 用右手抓拌均匀备用 准备小半碗清水 这个是红薯淀粉,倒入碗里 半刀像四明这样的粘稠度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三花肉里 用右手抓拌均匀 表面发白了就行 把油温烧到五成热 五花肉下锅,五秒能浮起来就行了 全程大火,一片一片分开下锅炸 炸到金黄酥脆,捞出控油 锅留底油,放花椒,干辣椒,姜丝,蒜片 小火炒出香味 放入之前切好的配料 炒到断生 放入五花肉 这个是烤肉蘸料 适量往锅里倒 关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又酥又脆 香辣可口 学会了,记得给老弟来个双鸡 炒均匀 或是烤肉蘸料